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对于如何获得豁免尚不清晰 12所受该法律约束的大学正在起草实施规定的细则 佛罗里达大学的280多名教授发起请愿 敦促学校解决混乱并支持开放的招聘政策 教授们担心 由于法律的不确定性可能失去优秀的学生 新法是佛罗里达州州议会和州长罗恩·德桑蒂斯所指定的 法案适用于与7个关注国家的所有学术活动 但允许特殊情况下的豁免 教授们担心 这将显著减少申请人数 损害佛罗里达大学在国际社会中的声誉 同时 一些教授表示 新法可能与联邦资助研究的歧视禁令相冲突 呼吁关注解决方案而非排除个体 众议院通过弹劾调查总统拜登的决议 尽管一些共和党成员担忧调查尚未提供总统有罪证据 但星期三 众议院以221至212的党派投票 通过了对总统乔·拜登进行弹劾调查的授权 使整个众议院共和党团队都支持这一政治上备受争议的过程 拜登总统在罕见的关于弹劾的声明中 质疑了众议院共和党人追求对他及其家人的调查的优先事项 他们专注于用谎言攻击我 而不是做任何事情来改善美国人的生活 总统在投票后说道 他们选择在毫无根据的政治噱头上浪费时间 即使是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也承认这并没有事实支持 对调查进行数月的授权确保弹劾调查将持续到2024年 届时拜登将参选连任 并有可能与曾两次在白宫任职 并受到弹劾的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峙 特朗普已敦促他在国会中的共和党盟友迅速弹劾拜登 作为他对政治敌人的更广泛复仇和报复呼声的一部分 34岁女子在Stonham的I-93交通事故中丧生 Stonham的I-93发生一起致命交通事故 导致一名34岁女子在周三早晨丧生 初步调查显示 这名女子正在I-93北行驶她的SUV 由于目前尚不清楚的原因 该车辆在26号出口以南翻车 据警方称 这位34岁女子警方尚未公布其姓名 被从SUV中弹出并当场死亡 警方正在寻求公众的帮助 以确定在事故发生时 在该地区超速和不规则驾驶的另一辆车辆 警方表示 该车辆被认为是一辆深色小型SUV 类似于Subro Crosstrek或Nissan Rogue 并且在上午8点25至8点40之间 在Madford和Stonham的I-93行驶 这一事故的调查仍在进行中 波士顿医生涉嫌秘密用自己的精子使女性怀孕 一名备受尊敬的波士顿地区生育医生 正面临一项联邦诉讼 前患者称她在几十年前的人工受精过程中 秘密使用自己的精子使她怀孕 1980年Sara与丈夫寻求生育帮助时 前往Boston IVF的联合创始人Murl Berger博士处 诉讼称Berger承诺使用一名医学住院医生的精子进行受精 这名医生与Sara的丈夫相似 然而她的女儿通过DNA测试发现 Berger博士可能是她的亲生父亲 Berger的律师对指控提出异议 但Sara及其律师表示将在法庭上证明指控的真实性 这类指控在医生被指控在患者中使用自己的精子方面并不罕见 而随着邮购基因测试套件的普及 类似案例逐渐曝光 新的K9法案将创建警犬退休基金 Dakota's law将为K9警犬提供退休基金 另一项法案将加强Neuros law 在麻州服役的K9警犬有的因医疗急症 有的因枪击而丧生 麻州一位警察中士强调这些警犬值得受到与人类同等的治疗 公共安全与国土安全部联合委员会周一听取了有关 允许为受伤警犬提供高级生命支持 和为退休警犬设立基金的法案的证词 国会一名众议员提出了这两项法案 Neuros law允许警犬在救护车上接受护理 但新法案旨在扩大之一权限 允许在运输过程中提供高级护理 另一项名为Dakota's law的法案旨在为警犬提供退休基金 由赠款和礼物资助 用于向非盈利机构提供护理和医疗服务 各地的K9处理者和倡导者呼吁通过这些法案 以确保警犬在服役和退休后都能得到适当的关爱 感谢收看今天的波士顿新闻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中国高考生直通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本科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创建于1848年 位于美国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 是一所世界顶尖的著名公立研究型大学 也是美国大学协会和十大联盟创始成员 被誉为公立长春藤大学 威斯康星大学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 2023 US News全美排名第38名 2023 US News最佳公立学校第10名 2023 TOS世界大学排名第83名 此外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有2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12位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 他的教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全美第1、生物科学全美第3、工科全美第4、艺术全美第11、计算机全美第12、商科全美第15 除学术强势外 该校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也非常顶尖 2022年 大学校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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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 曾经讨计 2022年 2022年 1923年 2022年 2022年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